母羊羽是沒有拿東西去捅,沒有這個 母羊羽直接是雙手而已沒有拿東西 對啊,沒有錯 用雙手 所以沒有捅,沒有捅是意思 母羊羽現場沒有人知道的 對啊,沒關係,那我們就先跳過 因為現場如果對這個字不熟悉的話 應該是有特殊的方言別的問題 對啊,我們先不要那個給他解釋 沒關係,小白老師那我們就繼續 我們到三十七支四十八 七支四十八 對,母羊羽肺肚子大 母羊羽肺是肚子大的,是大肚子 老師你再多描述一下母羊羽肺 懷孕啊,懷孕的那個肚子 哦 懷孕不是幾滴啊,母羊羽肺也是大肚子 對啊,對啊 比如說,你看那個男生說起路了 好像不方便,因為他的肚子很大 我肚子還在地上下滿臉的肚子 那老師你的語感,那個肚子 肚子啊,肚子的那個肚子 你有沒有特別的感覺 它是有什麼意思,特別的意思 種種的意思嗎 種種、種大 沒有沒有種種的 等下比九度啦 没错 比九度 有没有我们类似的单字好像没有 所以老师你们那个 不语的感觉是 就是种大的意思吗 对 比较饱满那种的啦 种大的话变成马里巴瓦乐 对啊 比较饱满的意思啦 丰满啦 有那种意思啦 对 好现场的 比如说那个稻子对不对 对 他开花嘛 那个 那个稻税要出来的时候 那个 稻子的那个 就会种种的啊 就有 有 这样 你行为稻税也是用这个方式 嗯 哦 哦 所以你不一定是怀孕肚子太大也会用这个字去行 对 对对对对 不能成比例这样 因为有的人肝硬化肚子很大 那是 喝酒的 哎呀 对对对 对对对对对就是不要背了嘛 哦 我们不如很多年那个肚子大大的 大孩 你屁外 就跟他调判 他说怎么收声 明明是男生 因为他是在讲那个什么 绩效他的那个用语 OK 老师 开玩笑 大概理解你的意思 那现场有没有其他人对不语 不语的这个不语 有其他的解释跟诠释的 有吗 各位同学 有什么见解吗 请提出的 那个意见来好吗 我们就会轻软的接受 对 那种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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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啊 那种大人 也是胖 是整个的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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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肚子 嗯 就腹部了 对 OK 那这样子我们先暂时把它翻 解释成饱满了 反正之后会回来再看 好 老师我们进入下一个 三十七支四十九 哦 哦 主要注意 主要注意 主要注意好像是说 在那个桶子里边对不对 有桶子嘛 里边的桶子里面还有水 然后你就摇晃嘛 它会溅出来 主要注意 主要注意 哎 就把它 给它摇晃这样 哦 让那个水 淀出来这样 主要注意 哎 摇晃 我不知道我也要怎么讲 大概意见是这样 它有衍生一个意思叫吊桥的 吊桥 嗯 嘛 五摇 那个叫五摇 因为那个吊桥 主要注意一根吊桥啊 就是会摇晃啊 一样的意思 应该是哦 对啊 小白老师是把那个主要注意的 他的原来的意思说出来 那主要注意的延伸的意思就是吊桥 小白老师是吗 那个叫做什么哈 啊 荡来荡去怎么讲 哎呀 不是我一样 哎呦 就像荡秋千啊 荡来荡去那个 那个 主要注意我们讲 讲吊桥 哎呀 有吊桥 有吊桥 如果说你走起来的时候 他手又摇晃嘛 那个我们人 哎呀 也摇晃晃啊 很好啊 我不知道呢 我临时这样子想 摇晃醉 所以老师 没关系小白老师 你刚提到摇晃醉 你的语感上 他是摇晃来晃去的意思 对不对 有 有 然后应该他就是 主要就是因为我们走 那个吊桥 就是会晃来晃去啊 对 所以他延伸的意思就是 变成吊桥 他原来的意思 应该是晃来晃去 没错 没错 真的啊 因为在我的意思里面 主要把那个 那个桶子里边的嘴 给他摇晃这样 嗯 嗯 嗯 对啊 在我的 我的理解里面是这样 主要醉 我让他弄 这样 因为他讲 我追你的主要醉 主要醉 那你这个主要醉 也有翻成摇晃的意思 是不是 对对对对 OK 那就是应该有吊桥 跟摇晃的意思 嗯 好 现场有没有其他人 有不同的看法跟意见 有没有其他人 刚刚那个 那锈子有行系也有提到 他们的嘴上醉 也是吊桥的意思 你进行 哎 吊 吊字怎么讲 有人会讲吊氏 阿美族的吊氏吗 就吊鸦嘴 吊鸦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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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吊鸦 你吊鸦嘴 不是吊鸦嘴 我说那个耳环 我们挂在耳环 那个锤吊的那个吊氏 那个怎么吊 那个也叫吊鸦嘴吗 不是 吊鸦嘴 那个耳朵的吊氏 吊鸦嘴 那不是不一样 不一样 吊鸦嘴的话 一定是 主要醉 主要醉上来就是 上下左右摇晃 主要醉上来 那边的说法是 吊鸦嘴 左右摇晃吗 吊鸦嘴 还有一个荡来荡去的意思是什么 怎么讲 很像啊 摇晃 摇晃 荡来荡去怎么讲啊 有没有人知道 蛤 蛤 对啊 对啊 那怎么当秋千怎么讲啊 我当努腻 对不对 哎 当努腻 没有错 哎 当秋千就是 有的有的部落讲 很难为很难为 对啊 那不是很难为吗 嗯 都有用到 都有用到 刚刚刚 凯明刚刚有这边有几个 那个他们说裙子啊就是不 层次不起也叫主要醉 对对对对我有听过那个裙子 没有穿得很好的裙摆啦裙摆 层次不起叫做主要醉 哦裙摆称次不起是那个 Elise你再描述一下他是指 就是说做的不漂亮还是说他的裙子晃来晃去 高低不平 晃来晃去 那个高低不平啦 以前老人家的裙子 橡皮签啦 他说以前老人家裙子嘛 没有那个 没有橡皮嘛 所以呢就是 松掉之后不是就会有层次 一高一低这么主要醉 哦对所以那个意境 那个意境很像就是高高低低上不上不下 对 达底拜行 跟那个吊桥就是上下左右摇晃一样的概念嘛 是一个 达底拜行 那个 达底拜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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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已经讲的达底拜行 达底拜就是 你这边的意思说水呀醉 你那边没有在形容那个裙摆称之不齐的概念是吗 达底拜我们是讲达底拜不是水呀醉 没有称之的 称之不齐 达底拜 哦那个可能是 会不会有方言别的问题 我不知道我们是讲 讲的达底拜 达底拜 刚才达底拜也讲达底拜 达底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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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这是没有达底拜 比如说 比如说你穿裤子对不对 拉上来的时候那个 那个 因为你的腰很小嘛 那个裤子又要折起来 又不整齐呀 他说达底拜是不平均 裙子不平均 如果说层次不齐 他其实是齐的 只是他穿的没有穿好 就是 应该是 对啦 是 对啊 是这样子 应该是这个啦 嘿嘿 有啊一个不是那个 可以啦 因为那个 我们现在在研究那个 醉的感觉 那个刚刚 Elyse跟那个 航路铁老师 都有提到 就是有那种 上下左右的那种 不是很 很 很正确的位置啦 应该这样讲 所以这个 醉真的是有那种 就是 好像是有 摇晃的感觉 或者是 不整齐的感觉 嗯 那个 小白老师我这样子解释 可以吗 好像可以 对啊 刚刚Elyse有提到 不平均了 我们讲不平均 对啊 有时候那个 那个扣环那边 裤子的扣环有时候 那个 那个 另外一边很长嘛 就把 把那个下面的 就给 跌过去了啊 啊 啊 对啊 是这样 我的理解 那个就是 承识不起 没关系 那个 对对对对 现在我们 就那个 醉呀醉 应该那个醉的感觉 应该大家已经有 语感了 应该就是 摇晃 不然就是 不平均的感觉 我们 我们先暂时降定 这个不一定是 标准答案了 我们一起 未来我们再重复 再看的话 再来做 再一次的 确认一下 OK 嗯 老师那我们再进入 三十七之五十 罗亚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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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是堆 堆起来的意思 堆起来 对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 我只是印象中是这样啦 我不知道已经那么丢 罗亚瑞 老师你看蔡宗涵的字典 罗亚瑞是指平衡 平均均衡 你有这个语感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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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路因 鱼亚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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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会不会是那个 平衡平均 那个均衡的感觉 罗亚瑞 罗亚瑞应该是 一面的那个 很像是这样的说法 就是说 比如说那个老人家做的事情就是 他有程序嘛 罗亚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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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件事情的程序应该怎么样 这样 罗亚瑞 老师你是讲 罗亚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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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这样讲是不是 对啦 这件事情有他的先后顺序是不是 对对对 对对 哦 我不知道大家的 老师你那个罗亚瑞的瑞 你如果硬把它解释 你会怎么解释是一个接一个吗 是你会这样解释吗 接序啦 应该是 还是 程序啦 就是 后面的接着前面的一起这样做 是这个意思吗 对对对 比如说我们最近要拜神 对不对 拜祭祭祭那个 老师我讲一个句子 你看看这个句子 你听得懂吗 有十万人啊 对不起我讲反了 这句话通吗 他讲的话前后很有脉络 你可以这样解释 还可以 有脉络的意思 这个英文叫前后文 应该要怎么做 他会告诉你那个长辈说 应该要有一个程序 第1个是什么 第2个是什么 第3个是什么 对啊 我们都在拜没有关系 假设 假设 我们假设一下 对啊 对啊 正式 正式 这样嘛 对 对 那 那个 那个 这个 这个 Ruia 的Rui 你的解释也有那个接续或者是连续动作的感觉吗 这个我不太清楚 没关系 我也是用猜的 因为有时候家族聚餐的时候 那个法律会讲程序 所以说是我就觉得说 应该是他事情的 什么仙 应该就是他的事情有律多过顺序 如果老师现场没有别人有特别的意见 我们就暂时先这样子解释 暂时 如果他reare的意思没有问题 就是接续绵绵不断 我们只是针对reare的read 做一个解释 好,那老师我们看37-51 如亚水 如亚水 我比较没有那个 没有听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那个 看一下 看一下那个字典的意思 如亚水 对哦 老师你有没有印象 如亚水有铃铛的意思 以前 古队 以前他们怎么讲 古队是那个插秧的那个什么 我不知道了 如亚水 铃铛吗 有一点像啦我觉得 老师你看哦,我再给你一个字 这个字 撒水 你知道你有听过吗? 撒水 撒水 撑子 撑子 你看那个撑子 撑子 撑子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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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用那个水啊 撒水 对对对对 那个 垂的那个 那个 那个 那个以前是用钓的那个 棒铲 铛 放锤 以前是用吊起来的 还有一根 来那个 应该就是那个锤子 对 老师你看那个铃铛里面 他就是里面那个铃铛 他为什么会响 因为他里面挂了一个锤吊物 对不对 我的解释 如果说把那个铃铛 把他弄起来 一样也是像锤子一样的东西 对对对 只是他是会响 好 小白老师我们在看这个字 你看那个毛线叫 毛线以前是不是一球一球的 也长得像铃铛一样 毛线 对他不是一球一球的这样子吗 毛线 有没有这个意思 那么福对是什么 帽子 他这边写毛线 毛线以前 现在才有的东西 那以前没有 所以没关系 我们看一下有没有类似的词汇 各位同学 大家讨论一下 不要客气我们 不要客气我们 好 没关系 那个我们暂时 老师我们这个铃铛那个free 老师你会怎么去 我们如果是铃铛的话 我们刚刚那个 翠云老师也有 有稍微说明一下 我们把它解释成那个锤钓物可以吗 对 可以 我觉得是可以啊 我们就不要指定说一定是那个秤 秤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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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如果说那个铃铛 那个铃铛 我们叫铃铛 铃铛同龄 老师你那个感觉也像外来语的 Dangford Dangford 就巴卡罗外的那个 这边也有 Dangford 他这个是Dagluiafriyan 也是另一个 我们那边是比较那个 哦 可能是Dang Dang 应该是什么 台语的成分好像比较高 听起来像是外来语 对啊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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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什么 行行 行行 因为他会讲 铅铅铅铅 行行 有小铃铛 小白老师我找到你的字了 你看一下那个蔡宗涵的字典 他有那个Dangford Dangford都有 你讲的有Dangford 倒数第二个 Dangford 对啊 叫Dangford Dangford Singshinro Sagakuro 所以那个Dangford 是给牛带的 不一样 Ruma 牛带的 对 因为 也许是那个部落的名称 讲的不同啦 是一样的东西啦 其实说的 那个应该是五行行 有人因为他会想 像我们那个Dangford 是 如果黄春啊 没得说不定 老师那你们的有没有行啊信 你们的铅铅有行啊信的 因为那个 我们那边的时候Dangford 是同龄啦 哦 比较大的男生 那个Bakarong 要用的 我看他看 信信是那个 你是那种 挂在那个手边的 比较小的声音 哦 哦 我们叫那个叫做 信信 好 等一下会讨论到 你应该 你早就没有说 他讲的是小铃铛 小铃铛 就是 明明还白石 白铁做的还是铁做的 哦 OK 这个字我们等一下会讨论到 行啊信 会讨论 OK 那小铃老师我们回到原来这个字 所以我们现在对那个 FREE FREE的FREE 我们就定调了 暂时我们给他垂掉的物品 可以吗 垂掉物 应该可以了 可以哦 好 现场如果有不同意见的可以 那个直接发言 我们这个没有那个标准答案 只是在 在做一个假设性的动作 好 好 小肥老师我们看一下37-52 MISS MISS 对 就是那个 那个裙子的 最下面啊 有时候 现在的年轻人哪一位 还会把他 撕开 变成一丝一丝的这样子 哈哈哈 刘书啦 我得要刘书啦 我得要刘书啦 刘书 因为那个国语我们不知道是叫刘书 刘书 我得要刘书啦 刘书啦 那个刘海啦 刘海 咱不刘海也叫你刘书 刘海也是这样讲的 没有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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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海啊 刘海啊 刘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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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经没有人讲了 以前 以前应该没有人会刘海啦 哈哈哈 有 欸以前都用刘海 刘海 告诉你 这个修理 他的老人 他们这个老人 主持人 有 本来 就是主持人 的 他也是 人哪 哦 因为泼泼烂烂的感觉 对啊对啊没错啦 我们只是在讲说 我穿这样的那么心潮 我们以为是泼泼烂烂 就你的语感 如果是流书的话 那你的密诗的密诗 你会怎么解释 是一丝一丝的 一丝一丝 对吧 那个最底下的裙子 最底下那个布 变成一丝一丝的那种 失调状 失调状 这个 说明大师你讲失调状感觉 很像那个 很有文学气质 大家有什么 怎么说法 你随便啊 我们都会听 大家提供一下想法 看下有没有类似的 密诗密就是那个 干嘛就去密诗密算了呢 密诗密算了 我们穿牛仔裤 有的人在那个裤管底下 都有密诗密 就是一丝的 对啊 对啊 对对对 密诗密算了 对啊 对啊 而且以前是喇叭裤呢 我年轻的时候也喜欢穿牛仔裤哦 底下密诗密塞 对啊 不像现在的年轻人还要把那个牛仔裤在膝盖那边刮破 所以这样子大家应该有共识 密诗密的那个密诗 密诗密诗 一丝一丝的 或者是诗密诗 密诗密诗 ok 有共识 这样可以 好 小白老师那我们继续37支53 就是那个牛仔靠近那个树 里面抓羊 摩擦 那个牛仔靠近那个树的时候 因为很疲 靠近那个石头 itu Mikisa isa Gu Mahalai kita utamdow anno Kem en apply kami kuskusku ku rujar kita ikira-kira nanti Saisa ndrv numarik 1920 gapahik as Isai Kreta MDK Wanasau atrocity 對對對 還是說你是一個 他故意一下,講 他以為可以使得 都會有在看 這樣之後其實很像我不能 把他媽媽在看一長一長 對呀,多好啊以前 所以晓菲老师 那个Is,is的is 是指的是互相磨蹭的意思吗 不是互相 就是磨擦的意思 对,不是互相 但是找一个东西 还是墙角 所以那个is的意思 我的解释是 一个东西是固定的 没有动的 另外一个是 动的人 有东西在那边摩擦这样 就是 这个要描述的 就是你去磨蹭 那个不会动的东西就对了 对 像墙角、树 所以老师我们一般 如果背后很痒 我们会找一个 那个石头 那个就是墙角 用背去磨它 就是Is,is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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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 Isa Es 对 Isa Es 对 沒有人幫你抓養 一定會找一個牆腳 牆腳是牆腳 大部分都是那個什麼 嗎 也限個,也限個百老比較 ええ 這裡茶這都美式 比說那個被很癢 你抓不到 就要找東西進摩證 應該…被彈太沒rieben 那这样子解释就对了 所以Israelis可以形容任何一个动物 人也可以狗也可以牛也可以 对对对 好那我们找到共识了 那个Israelis的is就是会动的东西去找 不会动的东西去摩擦 这样可以 所以我们阿美族使用的词汇 所以都要很精准才行 那如果互相摩擦不会这样子讲 互相摩擦有别的词吗 再讲一次 我说互相摩擦的话 就两个人那边磨来磨去 就不能用Israelis 对对对 OK那比较有暧昧的那个行为就不一样了 没关系老师我们那个下次再研究 互相摩擦的就下次研究 好老师那我们看一下37至54 那个Is是什么意思呢这样 意思就是会动的东西找不会动的东西摩擦 那我的解释是摩擦身 摩擦什么 摩擦身 你的身是指什么身体的身吗 声音的身 噢声音的身哦 对 好像更 好像更接近这个意思呢 你你你你 你那些时候 是不是有那个S的S的声音 对对对对对 有哦 不是说是摩擦身 对对对好像是呢 对啊好像是哦 老师我想问一下这个Israelis 最早用这个词会是 应该是 应该是有看到什么比如说是牛去摩擦什么东西 对对对 感觉我们在并能看到的 就会用那个字 就会用那个寺 s去形容 那个就是摩擦 摩擦 摩飞 貓人爱的enden �活及 game 大不谈 对对呀 要易事 就摩擦 Ephesi 有一点是摩擦 对对对对 他这个应该是那个那个 neh 对对对 应该是摩擦声音 对,没有错 S就是摩擦声音 应该是 我谢谢圣灵哥,这样子更精准的 那我们刚刚是用推测的是 不会动的东西去 靠近不会动的东西去进行磨蹭 但是那个感觉是我们过度解释 应该是 应该那个字应该就是摩擦的声音才对 我们有共识吗 可以 就是 就是摩的那种声音 对,摩擦的声音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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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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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说像你 你 你头发对不对 以前是用那个 挖刀摩 摩到那个 你 SS S S 之前用 用那个挖刀摩 很亮很利 然后直接用这样子 哇 好痛 对啊 那就是 李光头 李光头 以前都是用刀的 SS 有有有 我们看那个蔡宗涵的字典 SS 刮鬍子剃头 礼法都可以 对 对 以前的刀 可能没有那么锐利 不会有那么咻咻的 应该以前是 SS的声音才对 因为以前 应该没有那么利的刀啦 对 以前的话都是用刀 就是李光头的时候 李光头的时候 通常 是很利的啦 是那个 那个 不力 Kiss Kiss 和那个SES 又有一点差别了 对对对对 漳灵 这三战困 很顺 乜 就像现在法力钢用那个 法力钢 它给你它 那个 铃子 他那個用刮的意思感覺是用刮的嘛 SX是現在的那個法律康的電動的那種的還有毛啦 還有生家的毛啦 不過老兄各位解釋的不管是SX或者是GIS KISS都是那個你聲詞就是那個他是模擬聲音來的動作嘛對不對 對 那差別就是說GIS KISS他可能工具比較沒有那麼好他的聲音特別大 IS KISS他比較利對不對 以前我們還有還有用過那個玻璃瓶的耶 我能想像你們以前的時代為了李頭髮要冒著生命危險也是 媽媽的包巾四角包頭髮的那個每次要去旅的時候要霧在眼睛那邊 因為那個眼淚一直流啊 太痛了 包太鈍了 好可憐 老師讓我們有共識了那很好謝謝中靈大哥給我們一個比較正確的方向來思考 那老師我們看一下三十七至五十四 Milamil是這樣念嗎 Milamil是 Milamil一樣啊那個年輕那個年紀你服飾的那個流書啊 一樣喔 我們那個我們的說法Milamil就是說 你說那個布瓦是什麼資料啊 我會用手指Milamil Milam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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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抖动的那个流书的 他就是描述的那个样子 用那个 你发抖就会动了 因为那个一条一条的很容易抖动啊 你稍微动一下那个流书的 应该是抖动的意思 暂时先这样可以吗 小白老师还是你有其他的解释 因为我的说 我的做法是 比如说那个女生要买这件衣服的时候 他会把那个手指啊 摸到那个布料啊 他的质料是 是尼龙的呢 还是什么的这样 米拉米拉就这样 哦 老师你是不像是去触摸的意思吗 哎呀 我的那个 很像是这样 嗯 不知道我的记忆 米韩啊 米韩 对啊 很像你是啊 触摸 触摸 嗯 应该也是 所以他 他这个应该不是单单只有一个意思 这个可能是有抖动 这个可能是有抖动 老师你的触摸是不是有一点就是给他抖一抖的感觉 就是看一看他的料子好不好对不对 用手去打把他弄去 米拉米拉 就是他会去看那个子料摸摸看是好不好的意思啊 摸一摸他摸一摸这样子摸 米拉米拉 那个动作是不是就有点像是手去稍微去抖一抖去感受一下他的质感是不是有那种感觉 对对 他应该也是一个手的抖动的动作或者是触摸 但是他会有一点带有动移动的状态这样 因为他要去感受嘛对不对 嗯 有齁 哈哈 对啊 你劝强啦 老师没有办法我们用猜的啦 好啦好啦 因为米拉米本身就是那个发抖的抖动的意思 所以你把它解释成米拉米的抖动是 老师你后来你延伸到触摸 应该他跟那个我们手去 应该也是会抖动啊 触摸的话应该也是会抖动 因为你要去感受他的那个材料的那个衣服的质量 正性啊还是什么质量 厚度啊还是活的啊什么 对对对 太子龙啊以前的衣服 哈哈哈哈哈哈 老师那个已经很现代了啦 对啊以前的 以前的制服都是太子龙啊 厚不厚啊还是什么的 都是塔其伊嘛 那个妈妈就会去那边米拉米的 米 老师所以你是用米拉米的还是用米 米 米拉米的 米拉米的 所以老师你的那个触摸是 米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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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对 米米的应该是自根啦 要加一个米米的 米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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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对 对对对 对 那小白老师我把你那个 Mirramir 把他另外一个意思叫做触摸 可以 对啦 OK 那Mir本身我们先暂时解释 叫做走动 这样子 暂时可以 暂时啦 暂定 大家不要觉得我们在 那个就是在 界定标准答案 这个都是可以去修正的 因为我们后续会再回头再再看一遍 就会有不同的感觉 好老师我们来看一下37-55 Hill Hill就是那个花生米 从把它给他炒 炒的手 让他用干炒啊 没有没有油的哦 就一直在那个炒锅那边就 就 干炒那个 那个那个什么花生米 是那种树吗 对他是说一种树的名称是不是 老师你有没有印象 以前我妈妈就是用那种树的 里面白白的 那个都是插那个针 然后会流出白色的汁液是吗 嗯对 然后可以做 木树 对啊是不是那个树木啊 是不是那种树 有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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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里面白白的以前 老人家不是有哪来卖吗 嗯 没有卖你以前 我们不知道 我们乡下老人家有哪去卖 我记得是 他很像泡棉这样子 对对对 他这个字典的卦就好像是那个 木瓜 木瓜 可是我们讲说那是通心草 我们会打笨屁不是吗 嗯 嗯 有麻烦 他里面里面是那个啦 泡棉啦 有一点类似泡棉啦 就像 很像薄力龙那样 对 他的叶子很宽 很像木瓜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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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就是他有类似的 就是丢下去会有那个白色的枝翼跑出来 枝翼我就不知道有没有啦 我只知道里面的那个 那个 那个 枝翼我也是不知道 我只知道他中间那个 可以做 木塞 对 对啊 因为 那个 以前买 买酒的时候 都是那个用咬 用那个咬的嘛 没有 没有报纸可以塞那个 酒瓶的瓶口啊 所以说 有那种的软木塞就可以 塞那个酒瓶盖啊 它可以做成软木塞 对 嗯 我们查一下Google 可以做软木塞的树的中文名字叫什么 看一下 会不会是像树啊 哈哈 我知道佛语 天哪 我看他是 他叫做什么 刚才那个 那个是什么全 那个是什么 那个字我不会念耶 那个 那一个 名字叫你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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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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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你们会看到我会把那个字放大 就是我把它变成蓝底的那个 那个 叫做什么 这个叫什么 这个叫 什么皮 皮肋树 什么什么皮肋树 你们知道这个树吗 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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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东西啊 一针长长的 它的叶子像木瓜叶 哦 像木瓜叶 对 而且会长毛 对 有毛 我们靠近那个树 我们会打托 哦 我们会打托 哦 对 像刚刚这一样长 嗯 然后它有 它的树皮有毛 是不是 它的叶子有毛 它叶子跟那个 反面 反面 叶子的反面有毛 嗯 它的梗 的认知 对 不知道那个阿密的名字是什么啦 尤其到山上的时候 我们会打噴嚏哦 就是吸到它的粉 对对对对 哦 对啊 对啊 一踩的时候 人都会 很少啦 有的人就比较敏感的会 达奔地啊 嗯 因为那个毛的关系 没关系啦 我们这个 对 我们再找它的名字看看 有没有人知道 这样 哦 所以他现在 太宗涵 他的解释也很特别 他也没有把他的名字写出来 他说是一种树的名称 然后他的木质可以做木塞 就像松明大哥讲的 可以做 所以那个 他可能就是一种树 那他的树可以拿来做软木塞 那 那个 所以那个 Hir Hir 那个Hir 是什么意思 Hir 那个Hir 是什么意思 是那种 有毛的 H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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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没办法联想到那个 是不是他那个毛的关系 还是那个软木塞 里面那个 软木塞的 五十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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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找到一个 尾音有Hir的音 就是那个 Hir Hir 老师有你们知道这个字吗 H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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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字有人知道吗 H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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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都知道黄昏而已 以前都知道黄昏而已 现在是夕阳 也是啊 他那个夕阳的感觉 就好像那个太阳啊 要掉到海里面啊 或者是要 要掉到 离开那个 那个地平线的时候 那个感觉嘛 对不对 快要消失的那个 刚刚你们形容的那个 那个树啊 是不是有 有这样的感觉 就是 暗暗黄 黄黄 暗暗的感觉 那个树的颜色是什么 树的颜色 就是刚刚那个 Hirahir 那颗树的长相 你们有没有印象 他不会很大跟 大概就像 我最大的 我差不多跟甘蔗差不多啦 对刚刚有人讲说跟甘蔗 手臂大啦 最大的 跟你的手臂啊 现在很远的那手臂 呃 那个 那个 然后还要破开哦 然后再取到他的 那个树的 里面的那个 就 就是我们要拿的那个 蜗木栽啊 嗯 那以前我妈妈 我们去采那些东西的话 都是我妈妈给她 变成她要把 放她的针啊 嗯 针线啊 嗯 就插在上面这样 比较好 对啊 对啊 我好像有印象 就把那个针 插在那个 软木栽 对对对对 到后来就 哎 后来看到就 等于是一块布 包起来 一样啊 嗯 又用布 插在那个布上面 就鼓鼓的 很像 很像一个什么 包 一个包嘛 嗯 嗯 老师没关系 我们这个字 我们就暂时 我做个记号 给她保留一下 对 我们先找一下 在客树的名称 OK 好 老师我们现在8点07分 那我们休息 休息几分钟 嗯 7分钟 3分钟 嘿嘿 好啦 不然我们不要休息太久 我们休息5分钟就回来 好 好